迷你世界不是最近更新了吗 更新了新boss沙虫 那么他和虚空幻影哪个更厉害呢 因为boss是没办法控制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办法 去让两位boss能见面打起来 然后我就各种查资料 最后终于在我古兴的研究之下 发现了迷你新更新了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 我们按下F3可以创造生物 然后我就发现还能创造boss 这就是真的离了大谱了 然后我就直接放了一个沙虫 放了一个虚空幻影 终于能看见他们两个谁更厉害了 我们倒计时 你们猜一猜哪个更厉害呢 3 2 1 接下来我们切换成生存 哎哎哎 沙虫你给我回来 哎呀 这胆小鬼怎么跑得这么快 这群公幻影还没动手 都给吓得尿裤子直接跑了 这真的是够拉的 这时候问题就又来了 沙虫这老是跑 让我很没办法呀 我又来了 没错没错 这里是蒙眼星 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既然沙虫在沙子里会逃跑 但他在蒙眼神石巨人污染的方块上就逃不掉了吧 虽然他离开了沙子 他的实力可能会减半 但是谁让他老喜欢逃跑的 我们先召唤好石巨人 依次摆好乌鲸 琥珀 还有熏童十块和紫银十块 然后在石巨人出来之前 我们再放下沙虫 OK 这样就等石巨人出来 你们猜猜石巨人和沙虫谁更厉害 3 2 1 我们切换成生存 还来 又跑 这个老六 又跑 这沙虫也太单小了吧 真是让人生气 今天我必须去沙漠揍他一顿 既然在boss面前你逃跑 但在我面前 你就等着受屎吧 疼吗 疼就对了 再给你撒上叶化剂 让你没办法跑 跑啊 你怎么不跑了 哼 解气 舒服咯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如果在沙虫不逃跑的情况下 他和熏空幻影谁更厉害呢 咯 咯 咯